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20日 FC东京市要名利双收 周三傍晚 日直上演独角戏 由FC东京主场迎战名古乌八经 M直播届时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大家近来都遭遇三战各项赛事不胜 但鉴于FC东京经济联赛主场未尝败季 反观名古乌八经做客 仍未开斋 此消彼掌之下 主对FC东京本轮称雄机会大增 没有亚冠联任务的FC东京经济联赛开局可观可点 除了面对上季冠亚军得主穿其前锋和横滨水手时吞下败仗 其余六战录得四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目前在少赛二轮的情况下 他只落后上述两队分别六分和四分 可以说仍处于争贯集团当中 主场将是FC东京本轮抢分的利器 要知道经济前三个联赛主场球队录得二胜一合不败战绩 阵中入球最多的两名球员孙仲真人和爱达顿 杜斯山杜氏所取得的入球军来自主场 更重要的是FC东京近七次各向赛事主场交战 鸣鼓乌八经未尝败继之余赢下六场 在此等巨大优势加持下 球队本轮主场出击想输都难 阵容方面 门将林张阳和前锋为法陈 李安杜因伤眷勤 另一边乡 上级以第五名奢官的鸣鼓乌八经经济开局 让人大失所望 前八轮仅得二胜三合三负的欠佳战绩 当中所战胜的对手 分别是目前积分榜最后两位的神户胜利传和湘南比马 可以说毫无含尽量可言 与上级相比 鸣鼓乌八经攻防两端都有退步 虽说军场是1.13球的后防线演出并不算糟糕 但军场指的0.88球进账的攻击火力 实在难以抢分 其中三个联赛客场更加合共止入一球 导致至今仍未打开做客胜利之门 另外 回顾近五次各项赛事客栈FC东京 鸣鼓乌八经一共止入二球 鸣鼓乌八经如此薄弱的进攻火力 实力无力敲开FC东京的大门 阵容方面 前锋积极 施维索客音商B站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